地理大发现 根据随行船员维尔霍的日记 达加玛从里斯本启程的时候 有四艘船 都是老航海家迪亚士监制的 迪亚士还亲自指挥其中一艘 陪同到了埃尔米纳 按照老前辈的指点 新的探险队没有像过去那样沿岸航行 而是直奔佛德角 然后又直奔好望角 绕过好望角之后 他们在摩塞尔湾停泊 烧掉了已经受损的供给船 又很快就越过了迪亚士 曾经到达的最远点 此后便航行于 没有地图和资料的陌生水域了 这段路悲喜交加 悲哀的是 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 船员得了坏血病 已经有人死去 幸运的是 不少当地人对他们友好 在肯尼亚的马林迪 苏丹还帮船队请到了阿拉伯的饮水员 达加玛决定横渡印度洋 航行一个多月后 这些葡萄牙人终于到达印度 登陆古里 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的实现了 达加玛是否在这里向正合致敬 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 垄断了港口贸易的阿拉伯商人 对他们抱有敌意 古里国王则对送来的礼物不屑一顾 只是出于礼貌 才接见了远方的客人 总之 达加玛弄到的香料和珠宝 十分有限 又因为拒绝关税与当局发生冲突 只好狼狈不堪地离开那里 此后的航行更加悲催 由于那位阿拉伯饮水员到达古里之后 就不见踪影 葡萄牙人再次横渡印度洋 竟然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尽管濒临崩溃的船队来到马林迪时 友好的苏丹又用新鲜蔬果救了他们的命 但之后长达六个月的返航 仍然让许多船员丧生 活着回到里斯本的不足三分之一 国王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 甚至通过铸造金币和修建教堂来表示纪念 达加玛探险队的丰功伪迹和神奇故事 也被编成了小册子 在欧洲广为散发 这当然并不因为此行收获甚丰 而是要向西方世界宣布 葡萄牙人已经通过东向的航行 到达了印度 并且拥有新航路的所有权 结果二十年后 麦哲伦来挑战了 麦哲伦也是葡萄牙人 而且原本也想为祖国效劳 可惜正如当年拒绝哥伦布 当时的葡萄牙国王也拒绝了他 万般无奈的麦哲伦 只好与西班牙签约 后者则不失时机地修改了规则 发现的土地越多 探险者的分成比例也越高 正和逝世八十六年后 麦哲伦的船队启程 此一去可就是生死未卜 报定不成功则成人宗旨的麦哲伦 也立下了遗嘱 但尽管他选择的航线很直 也尽管可以利用赤道洋流和东北信封 却用了三个半月 才到达巴西海岸内西肥 又用了半个月 才到达了里约热内卢 第二年 麦哲伦的船队来到南美洲第二大河 拉普拉塔的入海口 从此进入未知水域 航程中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了 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企鹅的可爱动物 这是南极州企鹅最北方的代表 能够在此相逢 想比双方都很诧异 可惜 新发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毕竟 当船队驶进今天阿根廷的圣胡里安港时 地理位置已是南尾四十九度 季节则已进入南半球的深秋 天寒地冻荒芜人烟 南美洲大陆看不到尽头 都让船员心灰意冷 麦哲伦以霹雳手段 镇压了滑遍和叛乱 又在这里停留了近五个月 才继续南下 苍天不负有心人 通往另一片海洋的口子 终于出现在船队面前 麦哲伦将它命名为圣徒海峡 后人则公正地称为 麦哲伦海峡 过了海峡便是西方人说的大南海 麦哲伦却把这片风平浪静 阳光灿烂的海域改名为太平洋 太平洋的天气虽然很好 航程却格外漫长 船队甚至有三个多月 没能补充新鲜食品 只能吃海水泡过的牛皮 咀嚼翻船或桅杆 这当然是麦哲伦犯的错误 他把太平洋估计得太小 然而 在他们好不容易来到 菲律宾群岛时 麦哲伦又犯下另一个大错误 竟然卷入当地人的内讧 为此 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战斗中被杀 再也回不到西班牙 顺便说一句 菲律宾是他以菲律普王子的名字命名的 麦哲伦未尽的事业 由同伴们来完成 他们也当真找到了 叫做摩路加的香料群岛 还顺便发现了 叫做婆罗州的加里曼丹群岛 由于旗舰特里尼达号严重漏水 水手们攻推卡诺为船长 率领维多利亚号向西航行 穿过印度洋 绕过好望角 一路躲躲闪闪 耗时17个月 抵达西班牙 当这艘破败不堪的船 驶进圣卢凯尔港时 船员只剩下18人 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终于完成 历时1082天 旗舰特里尼达号修复以后 也返航了 却又被逆风吹回了摩路加群岛 并且成为葡萄牙人的俘虏 船员中只有四个人活着回到了西班牙 不过现在里斯本关押了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 他们在船舱变成的囚室中 走完了最后的航程 但这些勇敢的人雄辩地证明了 地球是圆的 地球上水域大于陆地 而海洋是连为一体的 因此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驾船前往 没有什么海洋不可以航行和横渡 当然也没有什么资源不能共享 没有什么文化不能传播 电话感性而直观地体现在餐桌上 哥伦布首次航行美洲的时候 海地岛的印第安人就请他品尝了特别的面包 这种面包用植物的根块做成 可以水煮也可以火烤 吃起来味道就像栗子 哥伦布将它带回西班牙献给女王 西班牙水手又将它带到马尼拉和摩路加群岛 从此传入亚洲各国 现在我们知道 它就是又叫地瓜和红勺的甘薯 与甘薯一起被哥伦布发现的 还有玉米和土豆 也都是它守航时就结实的 在每周则有几千年的栽培食用时 这三种粮食作物的共同特点是 对土壤的要求较低 产量却高 还不耗时费工 加工食用又方便 简直就是天赐之物 何况 它们的果实和精万叶都能够用来做饲料 这得养活多少人 事实上 学名马铃薯的土豆 救过爱尔兰人的命 1641年 英国入侵爱尔兰 烧光了所有的庄稼 只有长在地下的土豆安然无恙 从此 土豆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粮食作物 排名在小麦 水稻和玉米之后 玉米的维生素含量 远远高于小麦和水稻 还可以制糖 酿酒和榨油 当然 蜂蜜全球 中国人同样受惠于此 比方说 如果点桌素菜 红烧土豆 玉米浓汤 虎皮青椒 炒地瓜叶 凉拌西红柿 水煮花生 西葫芦丝 闷四季豆 饭前可可葵花子 饭后再喝杯可可 吃片菠萝 那可就是舌尖上的美洲了 至于烟草 不提也罢 祖师爷也是印第安人 发生变化的 还有两个内海 最大的加勒比海 变成了海盗的天堂 因为那里岛屿多如繁星 可以神出鬼没 又有满载黄金和珠宝的船只 可供抢劫 船只当然是西班牙人的 这些家伙在新大陆 一夜暴富 有如肥猪 岂非不抢白不抢 海盗的后台老板 是英国 法国与荷兰 他们发现 世界已经因为大航海 变了样子 不动用非常手段 便很难与爆发户 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 必须双管齐下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弗朗西斯·德雷克 既是海盗 同时又是探险家 有着用自己名字命名的海侠 还被伊丽莎白女王赐予绝世头衔 事实上 那三个海洋强国早就渐贤思齐 也参与到地理大发现中来 结果是另一个内海 地中海 衰落了 要知道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再到阿拉伯帝国时代 这里一直是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文明中心 然而现在不是了 中心将移到北大西洋 这是天翻地覆的巨变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地理大发现 艰苦卓绝 意义非凡 那么 朱明王朝 意识到了这些吗